A'udhu Billahi Minash Shaitanir Rajeem Bismillahir Rahmanir Raheem Hi Meme 已明白的经典们是 我却以此为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以便你们了解 在我那里的天津原本中 他却是高尚的却是睿智的 难道因为你们是过分的民众 我就使你们不得受教训吗 我曾派遣许多先知去教化古代的民族 没有先知来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加以努弄 我曾毁灭了比你的宗族更强横者 先民的实力已逝去了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 他们必定说万能的全知的主创造了天地 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安息之所 他为你们在大地上开避许多道路 以便你们达到旅行的目的地 他从游中降下有定量的雨水 借雨水而是以死的地方复活 你们将来要这样从坟墓中被取出 他创造万物 并以传播和声序供你们齐全 以便你们单坐在上面 然后在单坐的时候 想着你们的主的恩典 并且说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他为我们制服此物 我们对于他本是无能的 我们必定归于我们的主 他们把他的一部分仆人当作他们的分子 人却是明显的孤恩者 难道他从自己所创造的众生中 自娶女儿而以男孩专归你们吗 他们妄言制人主有女儿 但他们中的一个人 听说自己的妻子生女儿的时候 他们的脸色变成暗淡的 并且是妞怒的 在首饰中长大 切不能雄辩者 难道他们以他归真主吗 众天神本是真主的奴仆 他们却以众天神为女性 他们曾见证真主创造众天神吗 他们的见证将被记录下来 他们也将被询问 他们说假若知人主抑郁 我们是不会崇拜他们的 他们对于此说毫无知识 他们只是在说谎话 难道以前我曾赐他们一本天经 而他们是坚持那本天经的 不然 他们说 我们却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兴奋一种宗教的 我们却是遵循他的遗迹而得正道的 在你之前 每分我这样派遣警告着到一个城市去 那里的豪华者总是说 我们却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兴奋一神宗教的 他说 就是我显示你们一种比你们的祖先的宗教更为崇正的宗教 你们还要宗从你们的祖先吗 他们说 我们却是不信你们所犯的使命的 故我惩罚了他们 你看看否认正道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当时伊布拉辛对他的父亲和宗祖说 我与你们所崇拜的 却是没有关系的 为创造我的主则不然 他必定要引导我 他将这句话留赠他的后裔 以便他们悔悟 不然 我使这些人和他们的祖先享受 直到宗里降临 其身道的使者诞生 宗里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这是魔术 我们必定不相信他 他们说 怎么不把这本古兰金 将是两城中任何一城的要人呢 难道 他们要分配你的主的恩惠吗 我将他们在今世生活中的计划 分配给他们 我使他们彼此相差若干几 以便他们层层截止 你的主的恩惠 比他们所积蓄的更优美 若不是为访世人变为一教 我必使不信之认主的人们的房屋 变成有银顶的和银梯的 以便他们登铃漆上 并将他们的房屋变成银门和银窗的 以便他们燕卧床上 并将他们的房屋变成金氏的 这些无非是金氏生活的享受 在你的主那里的后世是专规敬畏着的 谁要是无是之认主的教诲 我就让一个恶魔附在谁的身上成为他的朋友 那些恶魔妨碍他们遵循正道 而他们却以为自己是遵循正道的 待无视者来到我那里的时候 他对他的朋友说 但愿我和你之间有东西两方的距离 你这朋友真恶劣 你们曾行不义 所以今日这种愿望对你们绝无辟 因为你们要同受刑罚 难道你能是聋子听闻 或能引导瞎子在明显的迷雾中的人吗 如果我使你气势 那么我将来必惩罚他们 社会我要招式你 我所用意警告他们的刑罚 那么我对他们却是全能的 所以你应当坚持你所受的启示 你却是正道上的 古兰金却是你和你的宗族的荣誉 你们将来要被审问 你问问在你之前所崇拜的宋使者 我曾否在知任主之外 指定许多神灵过人崇拜 我却为派遣摩扎带着我的许多迹象 去教化法老和他的贵族们 他说 我却是全世界的主的使者 当他把我的许多迹象 招式他们的时候 他们立刻嘲笑那些迹象 我所招式他们的迹象 一件比一件大 我曾以刑罚审治他们 以便他们觉悟 他们曾说 术士啊 请你为我们祈祷你的主 因为他曾与你定约的缘故 我们必定要遵循正道 当我解除他们所遭的刑罚的时候 他们立刻爽约 把老曾喊叫他的百姓说 我的百姓啊 米斯尔的国权 在我脚下泵流的江河 不都是我的吗 难道你们看不见 难道 我不是比这卑贱 而且含糊的人更强的吗 怎么没有黄金的手镯 夹在他的手上呢 或者是纵天神 同他接踵降临呢 他曾鼓动他的百姓 他们就服从他 他们却是悖逆者 当他们出犯我的时候 我惩知他们 于是他们统统淹死 我以他们为后世的借鉴 当玛丽恩的儿子被举位列的时候 他的宗族一刻喧哗 他们说 我们的众神灵更好呢 还是他更好呢 他们只是为枪刺夺利而为他举利 不然他们是好变的民众 他只是一个仆人 我赐他恩典 并以他为以色列后裔的示范 假如我抑郁 我必学你们 而创造许多天神 在大地上承知你们 他却是复活时的征兆 你切莫怀疑他 你应当顺从我 这是正道 绝不要让恶魔妨碍你们 他却是你们的名敌 当儿仨带着许多名政来临的时候 他说 我却把智慧带来给你们 以便我为你们解释 你们所争论的一部分律列 故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服从我 真主却是我们的主 也是你们的主 所以你们应当崇拜他 这是正路 各教派的人彼此纷争 挨哉不意的人们 将来要受痛苦的刑罚 他们只期望 复活时不知不觉地降临他们 在那日 一般朋友将互相仇视 为敬畏者则不忍 我的众仆啊 今日 你们没有忧愁 也没有恐怖 他们却归信我的迹象 他们原是顺服的 你们和你们的妻子愉快地进乐园吧 将由金盘和金杯 在你们之间挨刺传递 乐园中 有心锁 目炼 眼锁 欣赏的乐趣 你们将永聚其中 这是你们因自己的善行 而得祭存的乐园 你们在其中 将有许多水果供你们去食 罪人们将来必永居火域的刑罚中 那刑罚不消减 他们在其中 沮丧 我没有亏望他们 但他们自欺 他们将喊叫说 玛丽可 请你的主 主决我们吧 他说 你们必定要留在刑罚中 我却把天理招视你们 但你们大半时 厌恶真理的 他们已决定一件事了吗 我也必决定一件事 他们以为我听不见 他们的密友和私意吗 不然 我的天使们就在 他们的眼前 记录他们的言行 你说 如果知人主有儿女 那么我是首先崇拜 妻儿女的 赞颂天地的主 宝座的主 他是超乎他们所叙述的 你让他们妄谈吧 让他们细细吧 直到他们看到他们被警告的日子 他在天上是应受崇拜的 在地上也是应受崇拜的 他却是智瑞的 却是全智的 多福在 有天地的国权 和天地间的万物者 复活时的知识 只是他知道 你们只被交归于他 他们舍他而祈祷的 没有替人说情的 禀权 唯一真理而作真 却深知其 证词的人们则不忍 如果你问他们 谁创造他们 他们必定说真主 他们是如何被逆的呢 他说 我的主啊 这些人却是不信道的民众 您当原谅他们 您当说祝你们平安 他们不久就知道了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